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树 树即是我 我是天 天即是我 还有呢 我是空 空即是我 我即是空 今天给大家递进一下 这是我和自然可以融合 我和空融合 这个很难吧 空怎么融合啊 你就想嘛 你就是空嘛 空是什么 空就是啥都没有 你能想到空就是天空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就想你就是天空 大家可以这么想吗 你就是天空 也有人很有这个社会公益感 说如果我是天空 飞机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只是想象而已 不会影响飞机的航线 也没人开炮把你打下来 因为只是想象嘛 对 人类的智慧就是在于它和那其他动物和畜生的差别 就是在于丰富的想象力 抽象的想象力 创造的想象力 就在这个想象之中来改变我们对世界真实的认识 这就叫做智慧 就通过这样的认识 我们对事物就不恐惧了 哦 原来人死了 我们还回归于大地 现在那个电影《阿凡达》里头也是一样 他们那个世界也在说 你看他那里的那个人死了 他埋在土里头说 让他回归于土地和自然吧 其实这就是人类世界当中对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人类由若干种因素合成为了人 稍差一点点因素的时候转化为青蛙 那个基因差了一点就变成了不同的动物 我相信猿猴和人类的那个地因还要只差了一点点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和这个自然相融合 那理性的人就会问 我想这么多的事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么好处就是康复和解脱 无论你觉得这个树好不好 指不之前木头硬不硬 它都被人的寿命长 如果人类不去故意砍发它 每一棵树至少活几百年到几千年 那五基石山 山从最初的山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山 几乎所有的山都超过了一亿年 几乎所有的山 也有少数这近几千年火山爆发 喷发出的岩浆 像基主岛可能有两万年以上的这个寿命 很多人不是去过韩国基主岛吗 上头都是黑色的礁石 那就从海底喷发出来的那个火山灰啊 火山礁岩啊 熔岩 但凡是属于花杆岩之类的这样的地质 都是地下的这个地壳的矿石 给经过撞击 外形撞击地球之后 断裂了撬上来的大石头 是地球本有的岩石 那多少年了 至少有上百亿年 所以当我们是变成 我即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即是山 山际是我的时候 那也代表着永恒 就是相对的永恒长寿的意思 那这个都有什么好处呢 当我的生命体不够健壮的时候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我们这种心灵的这种呼唤 就会和自然合而为一 它就将我的那些负能量 疾病的不好的东西给我分解掉 再给我弥补回来 就像我说 我们在海边的沙滩上 用手指画出一个自我的人形 这个人形之中 有人抽烟的一个香烟头在那 这就是病 把他取出来 把沙子扶平 就是疗伤 对 当自然来帮助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 让我们康复和长寿 也容易得到这个自然能量的 或者自然灵魂对你的呵护 信不信有你 当你又与大地融为一体的时候 你再也不会走路的时候踢砖头 有的那个脚壳长眼了 这路上位于一块石头 飞踢在你的脚尖上去 踢得死痛死痛的 为啥呀 你是不爱这个世界 你乱发脾气 你傲慢 你目中无人 当我们和这个世界 合而为一的人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这螃蟹全是钉子 你都不会踩上一下 你的身体上 就是周身是眼 都能看到这一切 都不会撞到你 这世界为你所用 但是你不爱这个世界 你傲慢的时候 你会和这个世界 形成对立 撞击 你讨厌世界 世界讨厌你 看谁撞得过谁 你知道这是被惩罚的 这也是一种修行 这是一种超级自然的疗法 你可以试一试 我现在讲的时候 你就这样想 来我们再试一试 我便是夜晚的天空 那所有的星星 那个蓝色的空间宇宙 都是我 你别把自己想得具体 我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裙子 不用想这些 它是模糊的 连人体都没有 你不要想你的人体 连人体都没有 我就是那个夜空 地球上 整个大海就是我 未来的大海 就是我的生命 我就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山脉 我就是宇宙 我就是春风来了 大地上淡淡 生发出的嫩芽 让我幸福 快乐 茁壮的成长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的生命更新了 我更健壮 更美丽 更充满着无限的能量 我就是宇宙 我就是宇宙太空 我和它融为一体 我就是永恒 我就是最完美的宇宙星空 一切错误和伤痛 它能自我疗愈 自我康复 就像月亮 太阳和地球之间 每天我们都能看到它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那就是我 我们看到的每一颗星星 都是我身体的毛孔 没有烦恼 没有喜悦 我不生不灭 因因缘 使我们有几大元素 将我们组合成 你我和他 实际上 我们都是上天 制造的精灵 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与苍天 和大地紧紧相连 这就是我们人类 最好的 自我疗愈 自我治疗 自我康复的 最佳的方法 期待